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最近我知道你的工作安排也是非常的满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见到你都非常的激动 那对于加入B浪这个大家庭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或者说你对B浪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很荣幸可以作为B浪的品牌大使和B浪携手 带给大家细菌不在安心常在的健康安心生活 因为我之前也一直在使用B浪的产品 然后确实可以给我带来健康和安心的洗衣体验 然后我也会推荐给身边的亲戚朋友 特别是现在做了品牌大使之后 然后就可以更多的送给朋友们了 是 你看Sara在这说这个可不就得管够吗 是不是 那肯定 是 刚才其实哲瀚也谈到了说有在使用我们的B浪 然后呢要把它推荐给我们的亲戚朋友 其实B浪这个品牌给我们的印象 就像刚才我们在听哲瀚介绍它的时候感觉一样 你说话也给我们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是安心的守护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验一下 你对于我们B浪产品的了解程度 你有信心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 稍后如果哲瀚都回答正确 我们Sara女士提出来的问题 我们会为大家来发放福利 好 来 我们请Sara女士来出题 那我想问一下哲瀚 你和B浪合作以来 你觉得最让你信任和认可的是哪一点呢 其实从接到这个B浪的合作以后 就对B浪有个很深刻的了解 他们最重要的就是三点 除杀液 然后99%的除菌和杀菌 然后长达72小时的义菌 这个词已经牢牢地刻在我的脑子里了 是 你看 谢谢 脱口而出 而且已经把这个关键词给凝炼出来了 除菌 义菌 杀菌 除杀液 是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没有 那我就想问一下哲瀚 想跟大家推荐的产品是哪一款呢 当然我觉得所有B浪的产品都非常的好用 哇 你太会答题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这两道题目都回答正确 那我觉得刚才我们哲瀚这么给力 小时候我想问问你 能不能给我们加码送福利 一定会没问题 那我们线上线下的朋友都要照顾到 那么我们先给现场支持 碧浪和哲瀚的朋友们送个福利吧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给现场 支持我们哲瀚的 支持我们碧浪的朋友们来送福利 来 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这个抽奖箱 好 现场的朋友们注意一下了 看一下你们手上的号码 接下来我们请哲瀚和Sara 分别抽出在我们的箱子里面 有1到10号的号码球 好 看一看 他们两位会抽出什么样的数字 好 来展示一下 好 我们哲瀚抽到的是10号 我们Sara抽到的是8号 也就是说各位现场的朋友们检查一下 如果说你的号码尾号是0或者是8 我听到尖叫了是吗 有吗 对 因为10就是10 20 30就尾号就是0 对 是 对 是 来 是吧 是吧 已经确认过了 这些朋友们你们获得了今天我们在现场为大家准备的礼品 在活动结束之后 凭借你们的座位号码来到舞台区 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来领取 我再重复一下 他们有座位号码吗 我看他们都是站着的 你们是为什么要站着的 你们是为什么要站着呢 只为了看他 是不是 好 我们在现场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不好 好 OK 那我想问一问Sara刚刚说加码福利了 我们现在现场的朋友们有了 我们直播间当中弹幕里面肯定是说酸了酸了 对 对 对 那哲汉我们要不然给线上的朋友也带来一些福利吧 那必须的 必须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直播间当中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 在稍后的活动当中 我们会跟哲汉一起来为大家送福利 要持续地关注我们的直播 同时也要谢谢Sara 请入座休息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能够看到哲汉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昨天晚上我们刚刚又再一次看了环绕舞台 今天我们就奔赴了这样一场永不失联的安心守护 我想问一问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近在工作方面的一些计划和动态 最近就是会参加一些品牌的活动 然后准备新专辑 然后准备演唱会 然后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昨天在住的酒店里面看到有在拍戏 我看到摄影机 还有还碰到了正好碰到我的师弟 然后感觉确实离开剧组有一段时间 真的很想念 所以我到时候可能进组之前需要好好地再适应一下 那个好好看剧本 然后好好适应一下拍戏的一个状态 这段时间夏天吧 然后呢我觉得作为一个舞台的新人吧 我觉得能够有机会站在舞台上 然后有机会去不断地历练自己去学习 去展现每次更好的舞台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开心 所以我尽情地就现在享受这个当下吧 是 昨天晚上我们再次看到了环绕的舞台 我们也期待能够早点听到你的新专辑 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风格 以及张哲瀚的演唱会好不好 好 你看看我觉得真的是全能 然后同时要去读剧本 要准备进组对吗 那现在到了夏天 其实你拍戏 夏天在偏长游的时候 你要穿很厚的戏服是很炎热的 你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夏天不仅仅是穿很厚的戏服 会很炎热 有很多红毯演出服 也都是为了达到造型的效果层次感 也会穿的比较多一些 然后呢很可能就会 里面就已经汗流加倍 所以呢 所以衣服粘在身上的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所以衣服的健康也是非常让人担忧的 然后呢 酒店洗衣服真的是非常的贵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会带上避浪的产品 然后可能就丢进去 然后呢 搅和搅和 然后呢 就达到了除菌杀菌易菌的作用了 洗出来的衣服呢 也不比酒店那个洗出来的差 所以呢又省钱了 对吧 又用了我们避浪的产品 所以说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对 然后呢 也用了避浪的产品 洗出来的衣服也是带有一种精气神 就是香气 因为它的那个味道是非常清新的 对对对对 对不对 然后呢也会给人一种干净舒适 非常安心的事啊 好 那今天你的这一身穿搭也是非常的帅气 那我们现场今天应该也还好哈 我们室内的空调什么的也没有那么热 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你刚刚说里面出汗 我们一定要让你舒舒服服的在这做完这场活动 那相信你对于这个服装搭配也是非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场快问快答 请哲瀚来为我们揭秘一下他的时尚穿搭和家居衣物护理心得 好 好 来我们看一看 第一题 请问出门一定要戴的是帽子还是墨镜 帽子吧 帽子 因为就是不会去那么 因为平时自己的时候 因为出门像每天都有活动嘛 都会有造型师给做发型 然后自己的时候可能就特别懒 然后可能睡醒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如果要去见人的话就会把帽子戴起来 好 今天看你戴那个渔夫帽特别帅啊 接下来我们请问接下来这一题是 运动的时候最喜欢什么样的穿搭 我觉得最舒服的就是最好的 然后比较喜欢穿的宽松一点 对因为方便活动啊蹦蹦跳跳啊 对就很好 是好 这是穿的方便一些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 请问你最喜欢的衣物颜色是 衣物的颜色 对就是服装啊搭配啊 黑色或者白色吧 我一直觉得就是身上 不能超过三种颜色 超过三种颜色就会 让我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的 就是对于我来说 就可能不是看了我就会有点难受 就喜欢简约简洁一点的造型 对对对对就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然后球鞋我基本上都是穿白色球鞋 你看时尚的教科书不能超过三种颜色 从小我们在听这个 根据个人的那个喜好来 有的人可能就喜欢穿的比较花一点 素一点的对吧 我喜欢素一点的 等待洗衣服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 等待洗衣服的时候 对哇洗衣服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啊 听到洗衣机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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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然后呢 呃一般来说 呃会看电视剧 嗯如果在家里有机会听到洗衣机的声音的话 我会去看电视剧 嗯对或者看电影在家里做的 然后或者去跑个步吧 好就是要么运动 要么就在家里面打发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 好接下来这道题目 请问你喜欢嘟嘟嘟嘟嘟嘟嘟 洗衣服还是晾衣服 其实我更喜欢晾衣服 哦 因为洗衣服的话 其实那个洗衣机我用的很少 嗯然后呢 家里洗衣机用的不是很明白 我洗衣服要打电话给我妈 我妈这个要放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漂 嗯漂白剂 漂白剂 然后什么要像清香剂 嗯还有两个盒子 哪个放哪个洗衣粉放哪里 是 然后哎点哪个洗多少分钟的 哇要洗两个小时 还有他有的有烘干功能 有的是什么对 加洗衣机可能稍有点高级啊 哎怎么突然还有凡尔赛呢 真的是不会用真的是不会用 好 说但是有了避浪以后就很简单了 你看看 洗衣凝珠丢进去 对 解决了就不用再问妈妈了 然后直接启动就可以了对不对 启动就可以了 妈妈都很放心对吧 不用管她洗多久洗就行了 哈哈哈哈 多少衣服都把它洗干净了啊 好来 接下来这道题目 请问你会注重定期更换床品吗 嗯 会 嗯 因为我睡觉有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很爱开空调 然后呢 有的时候睡觉就会出汗 出汗了我就觉得因为会流汗嘛 然后之前在家里也比较热 嗯 然后呢定期我觉得定期是缺要换那个床单被罩的 而且都要拿去洗要亮 然后呢用避浪的来清洗清洗床品 然后把衣服晒出去 嗯 让它晾干有阳光的味道 我觉得睡起来是最舒服的 哦 那请问你最讨厌的家务是什么 最讨厌的家务 最讨厌的家务 嗯 其实我其实我并不讨厌做饭 嗯 我觉得做饭其实是一个 跟 呃 创作 我觉得做饭是一个创作 哈哈 创作真的 色香味要俱全嘛 嗯 嗯 嗯 然后呢 我妈跟我讲过 她很喜欢做饭 但她不喜欢洗碗 嗯 就是她就是很想说这个做菜做出美食 然后别人品尝的这个感觉和感受 嗯 然后自己吃的也觉得很好吃 但她很讨厌就是说做完菜 然后大家吃了乱七八糟 然后要去洗碗 是做饭的人一般都不喜欢就是收拾 对对对 对吧 但是做饭是一种创作 这话说太高级了 真的真的 我觉得一直我觉得厨艺也有意思 嗯 也是一种一门艺术 哎 为什么那么多大厨呢 哇 是吧 米其林的餐厅呢 我觉得这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 虽然可能我不是很擅长 但你很擅长的是什么呢 保持身材 你平常应该经常的 那就多洗碗 哈哈哈 增加自己的运动量 所以要晾衣服 洗碗晾衣服 每天就在家洗碗晾衣服脱地 怎么感觉力量训练的都起来了 那家里面你会不会做一些无器械运动呢 无器械运动 其实我最近做的基本都无器械运动 然后呢会平板支撑啊 仰卧起座呀 服务撑啊 然后户外去想去户外跑步 我家里有那个 会去做一些瑜伽店啊 铺上会做一些核心的训练 是 你看家里面刚才说了 洗碗晾衣服都是力量训练 我们的避浪洗衣液3000克重 还可以拿来举铁 就是那感觉 举不起 是 那个用重的东西来代替哑铃 你看 大家今天赶紧趁着我们的优惠 点击一下方的链接来一下单 可以99%杀菌除菌 加上72小时的长效益菌的避浪 专业抗菌激洗衣液 就可以把它直接 带回家了 好 接下来 我们今天现场有品牌嘉宾一直在提要求 说想跟你学一学高尔夫怎么打 不知您意下如何 可以 来一个 来 我们把道具上一下好不好 来 我们接下来 有请这位提要求的这位嘉宾 保洁大中华区家局与织物护理部 碧浪品牌公关经理Coffee 来到我们的舞台当中 哎呀 这得有多大的胆才能走上来呀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下 今天在现场 我们二位会进行一个小小的比拼 这个规则是什么呢 我们的哲瀚和我们的Coffee分别代表的是 除军异军队和除满异满队 各自领取五个细菌球和五个满虫球 每人五球进球多就获胜 好不好 好 我们哲瀚老师非常淡定 赢定了 没有就看那个它有一个大孔一个小孔 我们都推这个大孔吧 都推大孔好不好 好 这个是那个说的标准杆吗 来 标准杆 来 每人五个球来 来 球呢 来 就是本人 我来 好 是这样放在这儿吗 是这样吗 那边你拿上来吧 差不多 这样吧 我先来 好 那个 谢谢 我来拿吧 我来 第一球 好 那我想问一下Coffee 学会了吗 就这么打 好 好 来 我们刚才这球是在师范和教学 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 来 我们请Coffee先 好 好 这球 飞了 来 我们请哲瀚开始打第一球 来 好 来 我给你说 这球怎么说呢 没出就赢了 来 来 我们看一看第二球 Coffee 毕竟他第一球出了 来 第二球 好 这一球呢 基本上也输了 波没有上去 来 我们看一下 哲瀚的第二球 来 好专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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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球都是到了那儿 有没有 我说什么来着 波上去了就赢了 来 接下来 Coffee啊Coffee 五局三胜的话 您 哇 可以到第三球 上坡了 来 进步进步了 来 Coffee说向哲瀚学习 这位 哲瀚你现在如果五个球 都打在那里的话 你今天就全胜 每一个都打在一样的地方 你们说厉不厉害 这也是一个本事 有没有 来 Coffee 好的 Coffee 我们这边要不先下去就做 没有没有 我想请哲瀚来评价一下 刚才Coffee打得怎么样 这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趣味的练习吧 我觉得在家里 不管是跟自己的孩子 还是跟自己的妈妈都可以玩 我在家里和我妈有玩过这个游戏 老玩这个是不是 那是每一球都往那边打的 然后我妈就会说 你怎么老推不进啊 我说你进一个球给你500块钱 然后结果咔咔咔 我就连进好几个 就连进 意思是说今天现场的激励没有到位 那如果说送你一箱逼浪 不用 你是品牌大使管购 Coffee我想采访你一下 后悔吗 提出这个要求 非常的后悔 主要跟哲涵学习 好 谢谢Coffee 谢谢你 请入座休息 谢谢 好 大家不要忘了运动之后 一定要用我们的B浪来清洗你的衣物 那买了我们的B浪产品还不够 到底应该如何使用呢 在今天我们的活动现场 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把我们的这个洗衣机来上来 做一个产品展示 面对不同的洗衣难题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产品 以及如何来使用呢 来 我们现场 洗衣机来了 衣服也来了 哲涵 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场景 由我来叙述 你来演 好不好 这直接就是一个即兴表演 来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准备好截图了 张哲涵拍戏早收工回到了家 今天终于有空整理一下春秋的衣物 和比较难打理的戏服 他在衣架上翻看衣服 皱起了眉头 不过想到自己的织物护理小妙招 张哲涵可是有办法的 他从洗衣机上拿起避浪喷雾 可爱地往衣服上喷了喷 注意可爱 没错 避浪喷雾简单 一喷就可以轻松地护理织物了 不仅可以轻松地杀菌 除菌 义菌 还有清新的气味呢 这个时候闻了闻果然很清新 好 来 接下来 衣柜里面除了秋冬衣物 还有很多换季 刚从衣柜最下面拿出来的衣物 换季衣物也非常地需要消灭细菌 这个时候张哲涵就要推荐的是 避浪积洗洗衣液和除菌液 这对我们的避浪王牌组合了 张哲涵拿起一瓶洗衣液 倒出来 倒在瓶盖里 这个时候他发现 我们瓶盖上面还是有刻度的 一瓶盖就可以洗衣整桶的衣服 或者是床瓶了 好 这是一瓶盖 OK 你看 都会自己演下去了 如果太忙的话 连到洗衣液都觉得很累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把洗衣液放下 当然是拿出了我们的洗衣凝珠 好 这个洗衣凝珠是打开的 好 就这样 拿出了洗衣凝珠 这是我们的避浪洗衣凝珠 今天张哲涵决定给衣物来一个彻底清理 他把每件衣服都从衣架上取下来 先丢它 但是先把衣服取下来 我们的品牌大使 哇 一架不能洗 一架不能洗 哇 太实诚了 哲涵也不用每件都拿的 马上回去收拾也挺累的 来 我们走到洗衣机旁 这个时候就轮到我们的避浪洗衣凝珠上场了 刚才我们品牌大使说了 要先扔洗衣凝珠 对不对 把它扔进我们的滚筒当中 哇 这个给满分 来 然后再把我们的衣服扔进去 好 妈妈说了 再把洗衣机盖起来启动它 对不起 这台洗衣机没有你们家那么高端 好 然后哲涵比了个页 比了个页 表示顺利完成示范 有没有 学会了没有 学会了 那边说没有的 麻烦回去看一下回放 好 谢谢我们哲涵带来的这个洗衣示范 刚才你拿我们的这个壁浪喷雾的时候 非常的可爱 那个感觉 喷一喷 轻轻喷一喷 它的水雾是非常的细腻的 可以高效去除99.9%的细菌 而且长效益菌24小时 还能够高效消除各类之物的异味 刚才也闻到了衣服上的味道 跟大家来形容一下 就是非常的清新和自然的香味 然后呢 关键还可以达到杀菌 除菌 异菌的效果 是 香香的 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棒 那今天呢 除了难洗的衣物 沙发 床品和鞋子 也能喷一喷 在直播间下单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 在潮温桥店下 刚才我们看到的洗衣凝珠 也是不容易破损的 也是不会把它捏爆开的 但是它放进洗衣机之后 就会很快地溶解 不用担心无法溶解 而且刚才我们看到 使用也是非常方便的 最方便的 是 直接丢进洗衣机就可以了 好 那刚才哲涵也成功地 跟我们来示范了一下碧浪凝珠的使用方法 那我想问一问你啊 就是我们还有刚才看到的那个 碧浪专业的抗菌系列 激洗洗衣液以及这个除菌液 你在清洗什么样的织物的时候 会用到它们 就是如果我去了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然后呢 衣服需要彻底的杀菌 除菌 异菌的话 我肯定会用洗衣液和除菌液来彻底的清洗 是 那个杀除液 是 杀菌 除菌 异菌 三孝合一 除沙 异 好 心动的朋友们 还不快点点击直播间的链接下单 入手 安心 洗衣 神器 碧浪 专业抗菌系列产品 那开场的时候 刚才我们给我们现场的粉丝朋友们发了福利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哲涵 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要注意了 我们接下来抽到我们直播间 各两位 一共抽取的是四位 每人都要送出我们碧浪品牌大使张哲涵的亲笔签名照 加上碧浪安心礼盒 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把礼盒先递给我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我们可以跟哲涵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刚才你拿到的这个洗衣凝珠 这个是义军珠 然后这洗衣凝珠以及我们的这个喷雾 这是我们的这个礼盒 要给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来展示一下 当然了 大家最关心的我们哲涵的亲笔签名照 稍后我们也会把它放在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手机 我们先拿一步 好 来 我先看一下这个截图是不是好用 按下面那个 对 按下面这个 好 来 我们看截图成功 稍后我们请 好 3 2 1 太考验主持人了这个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屏幕看一下这两位朋友 我们给屏幕看一下这两位朋友 获得了是我们的张哲涵亲笔签名 加上碧浪安心礼盒一个 请在活动结束之后 关注我们的碧浪官方微博 发布的中奖名单来领奖 接下来这两位抽完了以后 我们在另一个直播间当中 继续来抽取两位 好 来 我先试一下能不能截图成功 好 3 2 1 来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直播间当中 大家可以自己截下评 来 这个直播间当中的 这两位朋友 也可以获得张哲涵的亲笔签名 加上我们的碧浪安心礼盒各一个 同样在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 关注我们的碧浪官方微博 发布的中奖名单来领奖 要谢谢哲涵 用我们的碧浪产品 让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细菌 不再反复滋生 带来安心常在的健康守护 那说到细菌 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都不会陌生 接下来我们今天很荣幸地 邀请到了丁香医生 签约专家团的专家孙怡医生 来带我们织物护理的健康问题 支支招 有请孙医生 你好 先来跟我们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泽涵好 你好 还有主持人好 你好 我们的孙医生是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的医生 刚刚我们一直在跟泽涵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传达的 安全理念就是细菌 无处不在 需要注意生活当中的细菌问题 那我想问一问孙医生 今天在现场 有什么要跟泽涵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其实啊 我今天带了一个小问题 想要问问泽涵 你知道细菌是可以通过衣物进行传播的吗 嗯 对啊 对啊 不然呢 会通过衣物传播的 然后所以要非常注意衣物的清洁 然后要选择一款功能强大的洗衣产品 没错 但是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细菌是怎样通过衣物进行传播的 第一个 比如说呢 跟他人公用这个衣物和床单 第二种情况 就是在处理这种脏衣服的时候 双手接触到脏衣服之后呢 细菌可能会通过双手进行传播 第三种情况 就是在我们洗衣服的时候呢 细菌可能会在衣物之间进行传播 然后运动出汗的衣物也要及时地清洗 因为也会自身细菌的对吧 对的 其实啊 在家庭生活当中啊 我们的衣物自身细菌的情况还很多 比如说啊 第一个 就是在 在我们平常的时候 比如说衣服啊 毛巾 长期放在这种潮湿 阴暗的环境当中呢 它容易支撑大量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还有刚刚像 哲瀚刚刚讲到的 比如说运动完之后 那个汗水把我们衣服打湿之后 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清洗 它也可以促进这些微生物的生长 嗯 那今天我们说 碧浪产品它的这个除沙液啊 杀菌 除菌 易菌 那到底什么是杀菌 除菌易菌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碧浪的这个产品啊 刚刚主持人提到说杀菌 除菌还有易菌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杀菌和除菌呢是消灭和杀死 现有的一些微生物 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 到处都有细菌 那要怎样 还是需要易菌的 易菌是什么呢 就是抑制这些细菌的生长繁殖和活性 所以呢 在我们选择洗液的时候 或洗衣产品的时候 选择这种杀菌 除菌 易菌 三效合一的洗衣产品 才能够呢 减少我们细菌的传播 确保医务的卫生 哇 谢谢来到我们可可爱的哲瀚小课堂 谢谢孙老师 刚才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都听进去了 好 谢谢你 所以我们请哲瀚和孙医生一起 再次说出我们这句 避浪功效slogan 好不好 三二一 百分之九十九 杀菌除菌 易菌 洗衣守护 好安心 哇 真的像不像课堂的 最后大家齐声朗读的 那种场景 有没有 要特别谢谢我们 孙医生的专业科普 也请您稍时休息 谢谢 好 刚才我们通过 定向医生签约专家 孙医生的科普 选对一款 杀菌除菌 易菌 功能性的洗衣产品 非常的重要 哲瀚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刚才也请专业的医生 来为我们进行了 专业知识的科普 我想问问哲瀚 刚才所有的知识点下来 我们现在要复习一下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除杀易 你这个语气 刚才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杀菌除菌易菌 好 接下来 我们也邀请到了 保洁大中华区 知识护理部研发副总监 Rocky 来为我们深度地科普一下 细菌的危害 以及进去地感受一下 我们避浪的产品功效 好不好 有请Rocky 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们要跟Rocky老师 一起来聊一聊 细菌是无处不在的 生活中哪些地方 容易出现细菌呢 实际上细菌是 大自然当中 应该说分布最广 然后数量也是最多的 一个有机生命体 它的生存和繁衍 需要具备 三个非常基本的条件 一个是温度 第二个是水分 第三个是食物 换句话说 只要有在适当的 温度条件下 有充足的水分和氧气 就是充足的水分 跟养料 食物 那就是非常理想的 细菌啊 满虫啊 这些微生物 栖息地了 刚才我们看到了 其实平常生活当中 我们说细菌无处不在 又跟我们点了一下 哪些地方是特别 这个多的细菌 刚才哲涵也说了 如果去到人力量 比较大 比较多的地方 那回来以后 一定要好好地清洗一下衣物 我们也请Rocky来 为大家分享一下 细菌究竟会对身体 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是的 我们刚才提到细菌 其实它在大自然的 物质循环 跟生态系统当中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组成部分 但其实呢 也不可否认地说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菌种 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和生活 是会造成一些 不利的影响的 那举个例子来说 有些致病菌 它会通过我们的人体的皮肤 或者是我们的呼吸系统 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 那如果这个时候 正好不凑巧 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 没有做出及时的应对 那这时候这些致病菌 就很有可能 给我们带来一些感染 甚至是更严重的一些疾病 嗯 是 所以刚才我们想到说 细菌啊 满虫啊 都会有很可怕的影响 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危害 我相信哲瀚现在也觉得 我们如果光听 肯定是不能感受到 我们的B浪有多强大 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通过试验 来证明一下 我们请工作人员 来上一下我们的道具 我们跟哲瀚一起 通过实验来感受一下 我们的B浪产品 它的功效究竟有多强大 这里还要继续来给大家 推荐我们B浪的 这个专业的 这个洗护产品啊 囤B浪 杀菌除菌一菌 三效合一 安心守护 居家健康 护家护宠护衣物 细菌满虫 全都无 来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非常有幸 跟哲瀚一起来 做一个现场的 互动的小的实验 来看一下 我们B浪的这款新品 扶菌杀菌的这个能力 那我们现在手上拿的呢 是一个便携式的 细菌检测仪 那这个检测仪呢 能够一会儿 会非常方便地 去检测出来说 我们布片和物体 表面细菌的数量 好 我们接下来就请哲瀚 一起来帮忙 做这个实验啊 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身上有多少细菌 可以可以 哲瀚我提醒你 如果看完了 一会儿是要脱下来洗的啊 因为我们马上做实验 就是要有一个前后的对比 我们直接让老师 把他准备好的布片 好不好 对 这里是非常干净的布片 哲瀚可以任意在中间选一片 擦下汗 可以 然后我们也会建议哲瀚说 在我们的今天舞台的现场 比如说我们的地板上 我们的桌子上 什么地方都可以取取样 这些细菌的样本 可以用点力啊 细菌数量不够多 不足以体现我们 B浪产品的优越性 还有 地上 可以吗 好 谢谢哲瀚 故企它脏了 我的手也脏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拿这个柿子 它可以去 把我们刚才哲瀚 帮我们采集的 这个细菌样本上面的细菌 给它采集下来 那这一步 我们放在这个 培养皿上面来做 我们用这个细菌的棉签 这个柿子的棉签头 我们来接触一下 刚才哲瀚帮我们采集的 这个样本 鞋底 灯泡 地面 张哲瀚的汗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 刚才采集的这个样本 放到细菌检测仪里面去 然后我们倒数15秒钟的时间 可以展示给镜头一下 一会儿给我们大家来念一下 我们测到的细菌的数量 好 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有多少 4 3 2 1 好 请去看看 它有非常多的数字出来 我读哪个 读最大的那个是不是 对 51 51 51 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细菌检测仪 它检测的是菌群的数量 51个菌群 一个菌群 大概有1000个细菌左右 所以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计算 刚才在这么小小的一块布片上面 其实就有51000个细菌左右 真的很多 那接下来老师 我们下一步是 好 那我们下一步就要来看看 既然有这么脏的一块布片 做我们的样本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试试看 这款新的 竹菌 异菌 杀菌 三效合一的专业抗菌洗液 它的功效到底怎么样呢 先把这个布片放到这个水里 对不对 对 再倒上我们的洗衣液 洗衣液刚才说要倒多少呢 一个瓶盖 这一个布应该用不了这么 还挺节俭 一丢丢就够了 好 可以稍微多大一点 因为 多大一点 好 好 够了 Rocky老师 然后呢 好 我们打开这里有个小按钮 好 把它打开以后 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 模拟洗衣机的洗涤的过程 这有个黑色的小按钮 这就是刚才说的 嘟嘟嘟嘟嘟嘟 这像榨汁剂 我们倒数一分半钟的时间 我们要进行一个简单的洗涤 刚才我们看到 它其实虽然那仪表上面显示的是51 但是Rocky老师告诉我们 它是要乘以1000最后的数据 所以你看刚刚顺时取出来的 一个细菌布片上就有这么多的细菌 很好 真的和我非常的缘分 这么说 五十一 五十一 好 细菌都跟我如此的有缘 但我要把你杀掉 所以才成为我们B浪品牌大使 怎么样 好 我们这个一分半的时间 还是挺漫长的 要不我给大家讲个笑话吧 你看看 你看看 我们再看 我们在前面 有些大的 这期间 像是 一样 然后我们的 你家送那个十三箱小龙虾过去 他说十三箱小龙虾 那我得把把家里的亲戚朋友什么的全部叫上是不是啊 一起吃 结果到货了以后发现是两箱 他就很纳闷 他说我把这么多亲戚朋友都倒了 你两箱过来不够吃啊 我就问那个朋友 他说你怎么就寄了两箱给我 他说我给你寄的是十三箱小龙虾 闲音梗是不是啊 哎 志涵我太喜欢听你讲笑话了 从来没有谁讲笑话 他们反应一点都不举 哎 我就想说 好像我讲的是个冷笑话一样 好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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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人讲笑话 讲了开头我们就猜中了结尾的呀 是不是 他讲笑话你的风格读书一致 啊 好吧 还有没有 到了到了 我主要是为了这个打发这个非常尴尬的时间 他怎么 还有最后十秒了 来 已经到了 其实我差不多差不多 好 我们现在停 关了 对 然后请主持人帮我拿一下镍子 放在这个笑话当中 放在这个两个里面 我们模拟一下在真实洗涤过程当中 我们洗完了以后也会有两次瓢洗的过程 还有瓢洗 对 请主持人帮我们取出这个布片 很调皮啊 这个 捉迷藏 在这 在这 说没了的 先在这里瓢洗一下 对 然后再在这里面 好 再洗两遍 感觉都白了很多 嗯 哇 这个味道真好闻 好 然后放在这个培养名里面 哎呀 仿佛回到了以前上生物课 生物了 化 化学课 来 没关系 满虫属于生物 也行哈 好 接下来跟刚才一样 我们请折瀚这次来操作 好好好 我来我来我来 我们简单的在这个布片上取一个样 对 哇 你看 对我们避浪的产品太有信心了 嗯 取样都比刚才狠一点 刷了很多次啊 上面这个头白断 我们就稍微给大家检查一下 检验一下到最后 对 反过去也白断 反过去再白断 对 然后摇晃一下 让它混合均匀 OK 好 接下来放到细菌检测仪里面 OK 对 好 15秒钟 15秒的时间不足以讲的效果 哈哈 在你们喊的同时就到时间了 哈哈哈 来 我们看一下 齐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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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的品牌方说是一个 对对自己的这个这个产品没有信心吗 他倒也没有不是没有信心 信心不够足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品牌的老师们 没有 猜对了也不送你们礼物 哈哈 来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一下 零 哇 啊 这个效果太明显了 就是刚才我们现场洗 碧浪的这个除菌率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大啊 香 哈哈哈 用碧浪洗涤过之后 布片上的这个细菌量大大减少 直观地展现了碧浪强大的除菌功效 所以用碧浪的产品来洗衣服 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安心 好 到我的怀疑这个机器是不是有问题 哈哈哈 Roki老师 这个机器请你来解释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只要开玩笑 你看这个是我们北京研发中心的固定资产号 真的是如假包换的一个仪器 哈哈哈 这开玩笑的 哈哈哈 把Roki老师吓了呀 哎好 来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进行过后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用我们的B浪产品来洗啊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安心的 刚也特别强调 我们的抑菌功效也可以长达72个小时 那由于今天我们的时间和实验条件是有限的 我们带来了一条在实验室操作和拍摄的实验视频 来向大家展示一下B浪产品的强大异菌功效 我们一起来看 细菌在8小时内繁殖可高达1000万倍 让玩乐止步 新避浪 有效杀菌 除菌 易菌 让它放心开玩 新避浪 细菌 你以为用除菌液洗过衣服就干净了吗 衣服洗完后 细菌在8小时内繁殖可高达1000万倍 全新避浪三合一衣物除菌液 有效杀灭去除两种常见细菌 杀菌效果高达99.9% 并且在洗衣后72小时细菌无明显增长 能长达72小时长效易菌 杀菌 除菌 易菌 三效合一 两种香型 草本清香 阳光柠檬 味道清新不自比 新避浪三合一衣物除菌液 一款可以易菌的除菌液 细菌不在 当心常在 其实看完视频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碧浪之所以能够给我们的广大消费者 带来满满的安心感 正是因为他这么先进的杀菌除菌 易菌的科技和经得起检验的功效 哲涵今天应该也有全新的了解了 对对对对 真的没想到他是不是变成零 对没想到自己现场亲自 他刚刚说99%他骗人 他除菌了100% 我们谦虚我们谦虚哈我们谦虚 我跟你说 碧浪明年肯定还要继续续 你这一肯定已经定了 对不对 信不信 刚才我们有看到 哲涵在做实验的时候特别认真 我都特别期待他以后演一个科学家 医生这样的角色 你们期待吗 谢谢 我们也要谢谢Rocky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讲解 谢谢 请稍事休息 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撤一下道具 好不好 好 来 前不久呢 其实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时尚健康杂志和中国家庭报 联合专家研讨 并且发布了一个居家环境卫生指南 我们的B浪也积极响应 倡导民众 注意居家环境卫生的健康 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时尚健康杂志执行出版人 孙雅精女士 有请你到台上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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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问您 就是这一次我们的时尚健康和中国家庭报 推出居家环境卫生指南的契机和原因是什么 那疫情这段时间呢 也让公众更多接触到了像防疫啊 然后细菌病毒 在我们的时尚健康联合中国家庭报 那共同发起了居家环境卫生研讨会 和各领域的专家呢 我们的时尚来阅读一下 接下来我们在哲涵阅读的同时也要跟各位 继续来介绍一下 其实这一本啊 我们的B浪品牌也非常积极的在遵循着居家环境卫生指南的研究成果 来向大家传达品牌健康理念和我们B浪的品牌理念 是 推出居家环境卫生指南呢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加健康的一个生活理念 同时指引大家在日常的我们的居家生活当中 可以选择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引起大家对于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卫生细节的一些注意 是的 今天来到现场我们的每位朋友 其实在入场的时候也拿到了我们的这本居家环境卫生指南 那我特别现在想问一问哲涵看完了我们的这本指南 跟我们线上的朋友们来看 说一说你的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有一个问题 啊 什么问题 就是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内衣和外衣需要分开洗 这个其实也是在生活当中 洗 是不是 内衣外衣分开洗 除杀一军三合一 我们请亚军女士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对 因为会有不同的细菌啊 细菌也会互相的 影响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 不要交叉影响 对 可以在纯棉当中存活25天到8周 可以使用同时具备除菌 溢菌 杀菌的洗涤产品来清洗 使用流动的水 单独的洗涤内衣 可以去保护家人的健康 而且以这个大肠杆菌和黄金链球菌为例 经过处理的棉织物对二者的顺势抗菌率可以达到99% 并且我们刚刚说了可以维持至少72小时 所以哲涵刚才提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作为品牌大使 真的是今天把很多很多的新知识带给了我们 也有了很深刻的体会 对不对 对了对了 我有去了解碧浪品牌所传达的健康生活和组 和织物护理的理念 也第一时间亲自体会了碧浪杀菌 除菌 溢菌 又除满的清洗新标准 现在我不仅是碧浪的品牌大使 更是碧浪忠实的用户 家中的织物清理用品已经换成了 对 我让我妈已经全部都换成了碧浪的产品 是 平时在剧组啊或者是外出参加活动啊 都会提醒身边的人去携带碧浪 对 让他们特意就把那个凝珠都装好 是 因为它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放在箱子里也不容易爆 你放进洗衣机它很好的就溶解了 但是它捏捏不爆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时尚健康杂志 和中国家庭报连妹为我们推出 这么优质的健康生活指导 也谢谢亚军女士 请您入席休息 谢谢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来 这本可以给我 好 我先帮你收一下 面对细菌啊 没有碧浪硬核的杀菌除菌抑菌的安全守护 怎么能行呢 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来上一下启动装置 我们同时也要有请保洁大中华区家居与之物护理部 专专业除菌系列产品隆重发布 来 我们有请各位嘉宾就位 同时请大家把手放在我们的启动装置上 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倒数 三 二 一 好 我们的毕浪专业组系列产品正式发布 我们也有请圣毅老师来帮我们进行下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时刻 好 圣毅老师OK吗 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来截图 留存下这样的一个时刻 好 圣毅老师OK了对不对 好 谢谢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请入序休息 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来撤下道具 接下来 各位今天 哎 玩起来了 来 全场的各位朋友们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自己的妆容 包括头发 今天站了一下午很辛苦 因为接下来我们有一个全场大合影 来 我帮你拿话筒 来 我们有请 哲瀚面向舞台 对 面向舞台 也有请我们的圣毅老师 来到舞台当中 接下来 我们要请哲瀚 跟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 来进行大合影的拍摄 好 我们请哲瀚摆出一个帅气的pose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 来 我们请声音老师进行拍摄 今天我们的全新的B浪品牌大师来到现场 跟我们一起去获得了很多有用的知识 同时也对我们的B浪品牌更加深了了解 有了全新的认识 除杀意 72小时的异军 好了吗 谢谢老师 谢谢 来 好 之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B浪官方微博 来看一看今天所有的照片 那今天我们的活动到这儿其实接近尾声了 包括在线上还有很多的 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的粉丝朋友们 在一直守候着你 最后能不能再来跟我们说两句 感谢B浪品牌的信任和现场 线上粉丝的喜爱与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下次能够推荐更多的好东西 给大家使用 也希望大家用完B浪的产品之后 都会有一个很清爽的一天 是 我们也期待 你的新专辑 你的演唱会 和你的新戏 好不好 好 谢谢 再次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哲瀚 请你离场休息 谢谢 谢谢